嘿 我是小船 这期影片的主题是 只需每周一更 让频道月转4位数美金 和涨3万订阅的简单方法 我相信选择看这部影片的观众 应该已经在挑战 经营自己的YouTube频道 或者是准备开始经营 或者已经在观望了吧 你们呢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有些频道的流量特别大 感觉YouTube有倾向于 特别扶持某一些频道 给予他们更大的曝光和流量 给他们优待的倾向吗 其实跟大家说一个事实 你只需要满足一个特定条件 去进行那种产出和发布的话 YouTube就会运用自己的流量池 优先的把你的频道和影片 放在更多人的面前 而这样的结果就是 即便你只是一周一更 或者更少 或者频道才刚开始没多久 你也可以用最快的速度 获取到最精准的流量 然后把频道做大 直到盈利 关于我自己的频道的话 从开始经营到现在 大概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了 更新频率一直都保持在 大概一周一更左右 但是呢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面呢 有一半的时间 每天我的订阅增长幅度 都是每天1000人左右 而关于广告收入的话 像之前我发布的这部影片也说过 19年的时候 基本每个月 都可以获得2000多美金的被动收入 不过呢 那已经是一年多前的事情了 现在伴随着影片 数量和积累 数字就更值得期待一点 所以呢 这期影片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到底 让YouTube优待你的频道的 那个条件到底是什么 甚至呢 还会跟你详细的解释清楚 为什么对YouTube来说 那一个条件如此重要呢 不过这期影片 我不会跟你说 例如啊 要做一些好关键词 做好关键词调研 这些我以前已经在其他的教师 影片说过了 当然如果你还没有学习的话呢 描述栏有一个70分钟的免费 YouTube课程 你可以报名学习 这里面我会教你透过关键词调研 还有其他获取流量的方法 还有呢 这部影片我也不会跟你说 大概这种类型的影片会火 做这种猜测 我只会跟你说 实实在在的能让YouTube优待你的频道 把流量倾斜给你的条件是什么 并且围绕着这个条件 去拍影片的方法 那现在呢 我们立即进入主题 想要在YouTube增加流量和订阅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答案最重要的就是要增加曝光 也就是触及 不然的话即便你再用心的做了影片 做了什么有趣好玩有用的影片 首先就没有办法让其他人 试人察觉到话 就根本就别想他们有机会 知道你影片的价值 连最基本点都没有办法 点开你的频道嘛 但是呢 你的频道 你的影片到底被展示在哪些地方 哪些观众的首页 页面里面 甚至被展示多少次 全部都是要靠YouTube的演算法来决定的 里面没有一切人为的操作 都是机器去执行去判断 所以如果想要增加YouTube对你的频道 还有影片的曝光的话 首先需要增加的就是在平台里面的触及 这就意味着你需要让 决定你的频道和影片 触及面更广的YouTube演算法 对你的频道和影片 做出比较高的评价才可以 这就意味着你需要 首先让决定了你的频道的生死 触及面宽广的演算法 首先对你的频道和影片 做出高的评价 这才是改变一切的关键 那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 我们可以开始想 YouTube到底期待我们 这些创作者缠出什么样的 具有什么特征的影片 演算法才会关注到我们呢 我们可以想想YouTube的目的是什么 目的就是让更多观众 用更长的时间停留在平台上 看更多影片 看更多广告 然后让更多的广告商 给YouTube付广告费 大家知道吗 YouTube是Google的子公司 但其实你觉得Google 是一家什么样的公司呢 是不是给人一种 科技公司的印象很强 如果是这样的话 答案就是你错了 Google本质上 其实可以说是一家广告公司 因为最让整个集团 赚钱的业务是广告业务 所以Google的目的就是要赚钱 主要是透过广告 YouTube是Google的集团公司 那么YouTube为了 获得更多的广告收入 之后他在平台里面 做的所有的调整和改变 其实都是围绕这个目的 所以YouTube会想 为了让更多的观众 停留在我的平台上面 那我该怎么办呢 让更多的观众看更多广告 为自己和为创作者赚更多的钱 我该采取什么手段 同时呢 让更多的企业 愿意给我付更多的广告预算 我该怎么去吸引他们呢 他们不断的在想这件事情 然后用尽各种方法 其实来暗示 来引导我们创作者 其实如果你已经在经营频道 或者是说你已经对经营频道 有所了解 现在可以想一想 最近平台已经在做着什么事情 还有就是已经在引导我们 在哪些地方做什么改变了呢 如果这样的话 你应该想到了吧 最近YouTube也在修改平台的社区规则 还有就是新增各种条例 除了一直以来 例如发布暴力色情 敏感议题 还有就是搬运 这些都会被取消盈利或者黄标 还有这今年年头的儿童频道 被取消各种权利 这些其实都是平台在调整的表现 因为在这地方贴广告的话 企业的印象会变差 企业就不愿意给平台更多的广告预算 平台赚钱就少了嘛 以前其实也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让广告组非常的愤怒 然后取消跟YouTube的合作 但问题是平台主要的收入来源 就是靠这些广告组的广告预算 所以才真的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所以我知道很多新人不知道做什么内容 意味着主要的目的 想要从YouTube赚钱 大家其实都知道 都明白的道理 这是越擦边球的内容越吸引 色情暴力敏感议题大家都爱看 但当你知道这些内容 其实跟平台的意愿所违背的 研算法就会对这些内容 自动的做出制裁 什么制裁 像刚刚所说的就是黄标 取消盈利甚至删除频道 所以怎么可能会对这些内容 优待给这些内容流量扶持呢 所以这些跟平台意愿违背的内容 都是不能做的 做了可以说基本是浪费时间 如果你不想要在经营YouTube的路上 浪费时间 真心想让付出的努力成为成果 那接下来的解说才是主题 首先你需要规避任何跟平台理念违背的事情 并且可以帮平台想一想 为了能够让观众更长时间的锁定在这里 平台他们到底天天在想什么 其实结论就是他们需要培养更多能够持续产出 有价值内容的创作者 因为平台主要靠内容留住用户 那演算法到底是如何判断 你发布的内容到底有没有价值呢 大家真的需要知道一个事实 现在每一分钟都有300小时以上的影片 被上传到平台上面 所以根本就不可能有人工去 一步一步检查哪一部影片好 哪部影片坏 所以YouTube才设计了演算法 由他来判断下面的两个事实作为指标 第一就是影片到底有没有价值 第二就是频道有没有能力 持续产出有价值的内容 像之前说过 YouTube的目的就是把观众更长时间 留在这个平台帮他赚广告费 所以如果能满足上面两个条件 也就是影片有价值 还有就是你的频道有能力持续产出 有价值内容的话 演算法就会优待你 在各种地方优先的把你的影片展示出来 但是演算法在筛选的时候是有依据的 它会依据某一个条件来进行判断 那重点来了 那个条件到底是什么呢 其实这个条件包含了很多维度 但是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说明的就是 YouTube最重视的就是影片的玩播率 真正在短时间内能够大幅度增长的频道 他们基本不需要每日更新 也不需要在影片能够塞文字的地方 塞满各种关键词去做SEO 如果想要在YouTube获得成果 除了点阅率要提高 也就是优化标题和缩图以外呢 一定要注意提高影片的玩播率 点阅率没错是一切的前提 但是它就像发动机一样 但是真正让你的影片后劲十足 像涌动机一样一直有人看 靠的是玩播率 可能有一些新观众不知道什么是玩播率 就例如这张图 这张图表示是这一部影片里面 观众到底看了多少个%这部影片表示的数字 刚才也说过平台是没有时间 也没有可能用肉眼一步一步的去判别 影片有没有价值的 所以只能靠演算法用这个数字 来展示这个指标 也就是说越被看到最后的影片 越有价值 反过来说如果玩播率差的影片 就是没有价值 而且呢 细心的创作者应该知道 在我们频道的后台 能看到平台经常给我们推送一些教学啊 建议啊 还有这是YouTube做给我们创作者的一个创作者学院 其实里面就有针对提高影片玩播率 建议的一个教学影片 平时大家想到建议YouTube频道赚钱的时候 基本都不会立即联想到优化影片玩播率这一方面 但是平台有针对提高影片玩播率的教学 其实就是包含了 鼓舞大家做出玩播率高影片的寓意 不仅是这样 所有我观察到的 能够短时间内收获大量订阅流量的频道 其实并没有大家所想的 很勤奋 很努力 要日更 但是却会在玩播率上看得出来 真的下了很大的功夫 仅仅是十几分钟的影片里面 会考虑加入很多的元素 就例如最基础的剪辑的优化 还有创作者的表情和语气 甚至是讲本的构成 选题还有内容等等 当然在日常我自己也很注意这些点 偶尔也会换一下脚本推论的顺序 结构 还有就是尝试换一下话题的方向 甚至我经常会让简易师多加入字卡和素材 还有就是做字幕的时候 把重点用红字还有音效标出来 方便观众理解 因为维持影片的玩播率才是最重要的 越能够一直产出玩播率高的影片 对频道整体的推荐量就会得到提升 也就是说被演算法优待 获得更大的曝光 那说了这么多相信大家已经非常清楚了 影片玩播率到底是什么概念 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现在的你我相信肯定会冒出一堆疑问 那就是那到底多高的玩播率 才算是好的数字呢 还有就是我该做一些什么 才能够提高影片玩播率呢 接下来影片的下半部分呢 我会说说这几个问题啊 这些问题的答案呢能够保证你 能够帮助你从今天开始就可以立即实践了 首先关于到底多高的玩播率 才算是好的数字这个问题呢 首先网路上众说纷纭 其实呢也没有办法给你一个很准确的答案 但是以我自己的经验 还有观察到其他创作者的数据来说 如果是超越了10分钟的影片的话 玩播率超过40%算是还不错的数字 如果影片的时长越长 越能够超过40%的话 那就越厉害了 而且这根据不同的领域 这个数字指标是完全不同的 通常娱乐系的影片 反而超过50%的玩播率 也不算困难 就因为我的影片形式上是比较无聊 基本上像现在那样做着聊天 并且呢基本一讲 就会直接讲十几二十分钟 很长 聊的内容也不是跟你讲故事 奇闻意识等等 是跟你讲知识 大部分观众本质上都不爱学习 他们爱娱乐 所以呢 我自己对自己的数字要求 是10分钟的影片 玩播率尽量能够维持到40%以上 那如果是10分钟的话 那就是说要尽量被看完4分钟 15分钟的话 那大概就是要被看完6到7分钟了 基本上我自己的数字是这样 感觉上也是 如果能够让玩播率 一直维持到这个数字以上的话 从演算法来看 频道就会被认为是一个 有能力持续产出价值的频道 流量就会得到扶持 那接下来关于你明天就可以立即实践 能够具体提高影片玩播率的方法 关于这一点说一下 从结论来说有以下的5点 第一就是多加入变化元素 第二就是提高说话速度 第三就是注意论述的结构 第四就是减掉多余的呼吸空隙 第五就是不要讲废话 以上的5点呢 对任何领域可以说都是共通的 首先我们先从1点开始说起吧 多加入变化元素 无论是知识型还是娱乐型的都非常重要 大家看过人气YouTuber老高的影片 都能看得出来他加入了非常多高质量的素材 而且其中很多素材都是附送的 而且他做影片的时候 镜头随时的放大说响 不断按的加入不同的音效 这是为了能够达到这个目的 像我们这种一直做着说话的形式 为了能够让观众不会无聊到睡着 日常真的需要尝试各种方式来改善这个问题 就例如大家能feel到我说话速度非常快 废话全部剪掉 加入很多字卡和素材 然后把字幕做好 并且字幕当中的关键词标红 再加音效 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而关于接下来的第二到第五点呢 也就是提高说话速度 注意论述的结构 还有就是减掉多余的呼吸空隙 不要讲废话 这些对于知识型的频道就更加更加更加重要了 当然娱乐型的创作者 如果想要提高表达能力的话 也可以刻意优化练习了 我们知识型的内容 天生内容形式就有一个最大的缺陷 就是无聊 如果不从说话的速度 说话的节奏上提升上去 观众真的很容易就会睡着 当然他们不会真的睡着了 他们会立即跳出 观众来看知识影片 想想 唯一的目的就是 获取知识 快速得到解答 并不是因为喜欢你 也不是因为他太无聊 也不是因为他要去减压 要去治愈 而是学习 所以讲废话肯定是不能容忍的 还有呢 就是论述的结构 如果你没有办法在影片的过程当中 不断的设下圈套 不断的吸引他们的好奇心 再回答 再立即设下另一个圈套 再引发他们好奇心 再回答 就没有办法 慢慢的把观众引导到影片的最后 玩播率就很难提升了 还有呢 就是开头的时候 要跟观众传递的不仅是结论 这个是我发现很多人做错的地方 当然直接说结论 再说解决方案的话 对观众更为友好了 但是光对观众友好的话 对我们影片的玩播率是没有帮助的 我们在开头最重要的是要激起观众的好奇心之余 跟他们传递清楚 这部影片的价值很强哦 这个事实 不然的话 你们看影片 本来这部影片就是免费影片 免费的东西 大家不会珍惜 不会真的很认真看到最后的 也就是说 尽管标题 所以说在开头的时候不能立即说结论 你应该这么说 就例如 这期影片的解说 是本身我一直都是付费推出的内容 但是这一次我免费送给大家 看完这期影片的好处是12345 说得清清楚楚 然后再说结论 但是这个结论可以是一个 以颠覆大部分人刚开始的常识的观点 先作为一个 然后他们就会很疑惑 然后你再做解答 这样观众才愿意停留下去 而不是开头就立即说 哈喽我是谁 然后这部影片立即说答案 然后再结束 其实应该大概也观察到了 甚至这部影片 我也是按照这个逻辑编排脚本的 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给你放出答案 而是给你留下了一个很大的浮现 让你很想知道 到底是什么东西 才能够让频道爆发起来 得到流量的扶持 而且在一开始 我先把你心里猜测的常识 先错出来了 例如是不是做SEO就能火 不是啊 是不是选对方向和主题就能火呢 不是啊 然后你的预期就会被我否定 那你就很想知道到底是什么 当我告诉你是玩播率的时候 估计这部影片已经看到一半了吧 这个时候你的好奇心已经被满足了 其实那时候你想跳出 但那时候我就立即跟你说 那到底多高的影片玩播率 才算是好的数字呢 还有就是从今天可以立即开始实践 提高玩播率的方法是什么 如果你真的是很care YouTube 你真的很想经营频道 你没有理由不会听下去 也因为这样你才能够留到这里了 这就是提高玩播率 最高的策略 所以短时间之内频道爆发的人 都会在提高玩播率上 费尽心思的思考优化 让观众尽量的看到最后 而这些内容必定是抓住了 关键内心的某些情感的好内容 演算法就是负责挖掘这些宝藏的 你为平台和观众付出的价值 平台就会给你优待 给你更好的资源 互利互惠互相赚钱 这个其实就是商业的原则 YouTube就是一个商业 一个好生意 可能你从头到尾 漫不经心的看了一遍 没有完全掌握 不过这个没有关系 你可以在之后免费的看第一次 第二次第三次 然后实际看看能不能运用到 自己的频道里面 之前我也跟大家说过 今天你很不容易记住的知识 明天就会忘记70%以上 学了等于没学 这个是遗忘曲线 告诉我们的一个科学的论证了 你只有立即的付出时间 然后立即去做 才能够真正的沉淀 为你真正掌握的知识 这期影片看完 你会知道玩波滤 在进行YouTube频道上的重要性 我有一门YouTube课程 目前已经帮助了 超过2000名学生 里面很多学生 也获得了很丰厚的成绩 例如有一个月增加6万订阅的 增加8万订阅的创作者 也有两位数订阅的时候 就获得了四位数美金收入的创作者 或者是经营了三个月之后 成功每天在YouTube 赚到很丰厚被动收入的创作者 他们都分布在不同的领域里面 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去我的描述栏 点一下课程链接 在最下面看一下他们的真实分享 也可以去YouTube搜索一下 了解一下他们 如果你想免费学习 如何进行一个赚钱的YouTube频道 10周突破10万订阅的技巧的话 描述栏的第一条链接 是一个70分钟的免费课程 你也可以在那里报名参加 那我的频道呢 是关于网路赚钱 网路创业的知识传递 还有就是YouTube进行策略的分享的 如果你对这方面议题感兴趣 记得订阅 点开旁边小铃铛 而且第三步不要忘了 点开全部哦 还有呢现在其实过着边旅行边工作生活 斩斩转转这一个月去了西藏 去了新疆 然后前几天终于飞来上海了 这期间也是不停的工作 然后不停的玩 然后这几步的脚本 都是在边旅行的时候完成的 如果你对这种 数位游民生活感兴趣的话 同样记得follow我的Instagram 这里面我会给你传递一些 数位游民的生活方式 还有就是网路创业 网路赚钱的一些知识哦 还有最后呢 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对你有启发 记得点一个赞 这样的话演算法才会把这部影片推播出去 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拜拜